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接触过程中 所有接触过的东西必须按照有毒物质处理规范来进行处理 同时人员必须穿着合适的危险物处理服 SCP-1903组演上的绷带必须每两天更换一次 描述 较定一 194年1月4日 SCP-1903是一名女性人类 之前被称为G.Key Barker SCP-1903身高为1.62公尺 带着一对特异化的兔子耳朵 SCP-1903的手和脚显现出异常的色素沉淀迹象 同时她的左眼已经被移除 目标脸部的表皮层已经脱落 暴露出了真皮层和皮下组织 尽管如此 除了在左眼周围的极道切口以外 目标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染或者流血的迹象 这对特异化的耳朵的构成很普通 不过这对耳朵的移除会导致目标的不适 这对耳朵来源于目标之前的工作地 兔子耳朵 同时还有猫 狐狸 狼 以及老鼠耳朵 对于那里的女性员工是工作制服的一部分 已经取回了几对耳朵用来进行测试 目前所有这些耳朵已经被存放起来 准备进行进一步研究 ICP-1903的左眼是被某种锋利物体所移除 从眼窝周围伤口的形状和尺寸判断 应该是由匕首造成的 这些伤口据观察不是由ICP-1903本人造成的 而且似乎也无法正常愈合 ICP-1903被发现时正处于内华达 急救医院对其眼部的伤口进行治疗 随后 发现ICP-1903在经过92个小时的治疗后 下额线以上的皮肤出现了大量脱落的迹象 由NEH制作的报告中指出 ICP-1903的眼窝发现了 和拱同位素的痕迹 对伤口出现了一式化的性质 在发现时已经遭到统同位素的严重污染 严重干扰了DNA测试 ICP-1903拒绝与基金会人员进行对话 等待进一步调查 校定二 1904年2月25日 ICP-1903是一名人类女性 之前被称为GT Butter ICP-1903身高1.62公尺 有着一直在流血 像爪子一样的手和脚 ICP-1903带着一对特异化的兔子耳朵 同时还带着一副 表面上为混泥纸浆的兔子面具 该面具是由皮肤细胞 一种类似塑胶的金属 血液 棉纤维 和少量的拱组成 这面具长满了ICP-1903 除了下额线以下部分的整张脸 ICP-1903的左眼已经被移除 ICP-1903的手脚能竟有毛孔 分泌中含有拱的血液 该拱不会对ICP-1903本身产生致命的效果 但是已经影响到了项目的心理健康 ICP-1903的血球细胞含量高于普通人类 这应该就是ICP-1903 为什么能够承受如此大量失血的原因 ICP-1903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表现拱中毒症状的原因 目前未知 ICP-1903的面具 可以通过面具 与原本耳朵连接处的急触小裂口取下 但是该行为将会伤害 甚至移除项目中的受影响区域的血管 动脉 牙齿 神经末梢 该行为也会导致项目极度的疼痛 甚至可能导致项目的死亡 特异化的兔儿的构成很普通 尽管如此 摘除这对兔儿 会对ICP-1903的听力造成影响 同时会使得项目感觉到轻微的不适 这对兔儿和原本相配合兔子形象的面具 来源于ICP-1903之前的工作地 的女性制服 制服包含一对奇特的动物耳朵 一个白色面具 它们的作用是为了让穿戴者 看起来像猫 狐狸 兔子 狼 或老鼠 已经取回其对耳朵 和与其相匹配的面具用于测试 但是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对 出现和项目所带来的那对耳朵相同的效果 这些套装现在已被储存起来 一边进一步研究 ICP-1903原来的面具已经找到 但是面具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性质 通过眼窝周围伤口的形状和尺寸来看 ICP-1903的左眼是被笔手所切除 伤口没有表现出自愈的痕迹 而且也无法正常治愈 ICP-1903被发现时 正处于内华达急救医院 对其眼部的伤口进行治疗 但是随后报告说 发现了和共同位素的痕迹 这句之后 有报告说项目的下颊线以上的皮肤 出现大量脱落的现象 在对 的调查中 ACP-1903的前老板 Donner先生被要求进行询问 详见询问1903之一 对Donner的询问 使得疑点落到一名叫做 AF的人的头上 基金会调查员到达 AF的加时 却发现他已经在大约12个小时前上吊自杀了 AF表现出了和项目有关的症状 项二线以上的几层皮肤均已被生化面具所取代 根据观察 AF已经在浴室洗手台处 用弹簧刀将面具割开并敲了下来 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严重创伤导致的大量出血 值得注意的是 AF的面具中检测不到任何弓的痕迹 调查显示 其余部分的情况与ACP-1903基本相同 照定三 1904年2月27日 来自基金会资讯危害局的通告 有关ACP-1903的资讯暂时身处 并等待重新配置 如果你已经阅读了之前照定的版本 或者知道已阅读了的同事 或者是出现局限于面部附近的拱中毒症状 请立刻通知你所在部门的资讯危害局前台 并等待进一步的安排 如果不按照以上处理 可能导致占点内大面积传染 目前有20人正在接受治疗 照定四 1904年3月9日 ACP-1903是一名人类女性 之前的身份是J.K.Butter ACP-1903身高1.62公尺 有着灰色的 像手和脚一样的爪子 带着一对特异化的兔子耳朵 同时还带着一副表面上为混泥纸匠的兔子面具 ACP-1903会从她的脚和手上的毛孔中 产生拱和血液 同时她戴的面具是由皮肤细胞 看起来像是塑胶的金属 血液 棉纤维 以及极少量的拱组成 ACP-1903的左眼已经被切除 关于ACP-1903的资讯是带有资讯危害的 当一个对象得知A F的名字 或者是A F 对ACP-1903所有的某些特定行为 以及在输用ACP-1903前 A F 雇用ACP-1903的事实时 对象会经历类似于 与已经被输用的ACP-1903类似影响的症状 对象会开始表现出拱重度的症状 同时在触发该情况两天后 对象面部的皮肤会出现大面积脱落的症状 三天之后 沉着在受影响区域皮肤里的色素 将表现出纯白色 同时真皮层会开始转变成一种 具有和ACP-1903面具 有相似功能的保护层 同时具有分泌工的能力 该保护层将会持续扩张 直到覆盖整个面部 并且最终将会出现和ACP-1903一样 类似混泥脂浆的动物面具 通常类似兔子、猫、狼、狐狸和老鼠 在整个变化过程中 对象的脚和手会经历色素转移沉淀的过程而变黑 对象的指甲也会变得和爪子一样锋利 长出特异化的耳朵 同时听觉会产生变化 变得跟面具所展现的动物形象 最接近的普通动物的听力 一旦对象发现了他们特异化的耳朵 他们会对摘下这对耳朵的企图产生抗拒 不过他们对此的理由都不尽相同 如果这对耳朵损坏到了不得不替换的程度 对象会永久性失聪 对象报告说当面具完全形成时 会产生特殊的幻觉 更多资讯见采访1903-2 同时在与没有被SCP-1903感染的人 讨论SCP-1903时会表现出抗拒心态 不过没有发现其他行为上的改变 当一个感染了SCP-1903的人 将具有传染性的关键讯息 告诉一位非感染者时 未感染者将会转变为感染者 并且进入感染进程 直到与该感染者相同的程度 被感染者的血球细胞变形将会加速 两到三天之后 血液会从对象手、脚、牙龈和毛孔中分泌出来 然后在接下来很短的几个小时内 拱将会出现在目标的血液中 这一现象对对象本身 或者与对象处在相似情况下的对象 不会有生理上的影响 不过就会对对象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还有对不处在类似情况的对象 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影响 事故1903-3 1904年2月27日 ACP-903被发现存在一种缓失性的讯息危害 该讯息危害的效果传播到了整个研究小组 两个安保组和两个线人上 教定1和教定2的作者 研究助手Genis 表现出了该讯息危害的进一步症状 并且随后在被隔离的第三天 通过摘取面具的方式自杀了 黑博博士报告说 ACP-903在阅读了一份未精神核的校定2后 靠近了中心的观察窗 并且试图与黑博博士进行交流 更多资讯详见采访 1903-2 ACP-903现已被重分级为Eucaly 采访 采访1903-1 被采访者 东纳先生 采访者 特工Korley 前沿与 东纳先生在他办公室进行采访 特工Korley 伪装成私家侦探 东纳事先被告知一个虚估故事 声称ICP-903死于失血过多 1904年2月24日 24时50分 记录开始 是东纳先生吗 这里是私家侦探 我有些问题也想要问你 该词 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所有该干的都搞定了 好吧 我可以配合 但是你最好给我快点 我可不想因此耽误我的生意 好的 那么你对Jeky有多了解 不太了解 她只是个普通女孩而已 自从她工作开始 我还没有接到过关于她的投诉 你听说过她什么事情吗 呃...没有 不过我确信她没有偷任何东西 也没在工作的时候偷懒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能确信这个人能管好她自己的嘴 呃...我还不太清楚她的名字 Jeky 哦是的 你的员工实际上都在做些什么 不知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这解释吗 都拿 你可是他妈的老板 我再说清楚一点 我不想知道 我的顾客可都是一些大人物 所以他们经常加班也很正常 当他们全在工作又没啥乐子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愿意堕落一下 因为他们身份的关系 他们来的时候没办法完全保证低调 所以我给他们想了一点隐藏身份的方法 这就是面具主题的来源 唉... 如果你去调查下 A...F...的话 也许能弄到底有用的情报 唉... 有个妻子 收入很高 没有犯罪记录 这人是个常客 但是总要带着三四个朋友一起来 而且每次还不一样 不要问这些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没法弄到任何关于这些人的私讯 也许是这些人都用了假名 然后再也没来过 也许是他们的记录都被删掉了 或者两者都是 反正我一点都不知道 还有别的吗 真的没有了 他们总是花比我估计要多的时间 差不多每次来都要一个小时 而且他们每次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大概就是 穿白衣服的女人 Jiki是他们的首选 哦... 那人烦人的老婆也总是来这儿父亲 好像这里是她家死的 F... 你的妻子联系过你吗 当然 这个八婆总是跑过来想弄点情报 她肯定是起了疑心 才会跟踪过来 我把她打发走 不过她肯定在几个小时之后 到Jiki那去了 哼... 肯定又是讲什么 她老公对不起她之类的悲情故事 然后Jiki把事情告诉了她 不过我所知道的 只有Jiki第二天没来上班 记录结束 采访 1903-2 受访者 黑文博士 采访者 Krad博士 前言 之前的事故 1903-3中 黑文博士报告了 SCP-1903的异常行为 黑文博士命令研究助手 Janice写了 《教定一》和《教定二》 零碎资讯而已 别难过 你只是敬你资责而已 即使她不写 肯定会有别人去写的 哼...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我想总得有人去做这些的 如果不是她 那就可能是Martin 或者Timmy 听着 我很感谢你的同情 真的 不过我肯定 你来找我 不是单纯为了同情我的 我们还是跳过这些 说重点吧 唉... 你再说到感染之后 感觉如何 开始我还觉得没什么问题 不过在几个小时之后 受影响的部分 开始感到有点不舒服 不过直到第二天前 我还没想太多 但是这之后 我感觉我的脸 像是被严重晒伤一样 皮肤开始从我的脸脱落 血液的化验 也让人觉得不舒服 当我触碰到面具的时候 还是很疼 好吧 如果你觉得必要 我们可以提供你一些止痛药 也不介意详细说明一下 你的报告吧 你以前说过 SCP-1903试图和你交流 是的 当时我正在看叫定2 已经写完的 然后我就发现 SCP-1903 正隔着中心的观察窗盯着我 而我都没有发现它的移动 就吓了我一跳 他什么都没说 但是朝我虚了一下 我按下快门 拍了张照 并且试图通过对讲机和他通话 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他却只是坐回了他的宅床上 我想 他肯定是发现了 我正在阅读他的资料 所以才试图警告我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是这些 全部都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谢谢你的合作 还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没了 呃 其实还有 我不知道是否有别人看到了这个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了那个瞬间 瞬间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到他们的 经常看见吗 事实上 这个用词可能不太正确 叫 转瞻性幻觉 我昨天晚上 开始看见他们的 而且我发现在这段时间内 面具长成了 而在幻觉产生的时候 我不会有头晕 或者其他任何的感觉 有的时候 如果我的经历正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我甚至不会意识到这幻觉的发生 有的时候 也许大概是 每过几个小时 一群人 穿着不同衣服 我认不出来有之前见过的人 但是他们也穿着白色的晚礼服 或者袍子 优雅 也有点曝露 怎么曝露法 哦 嗯 衣服露出明显的乳勾 而且还露出整个背 不过裙子的样式 让我想起了婚纱 你没有 不 哦对 我没有 对不起 当我发现他的时候 我就别开目光 我不是变态 而且那也不是我想说的 人们也都带着面具 等等 你的意思是 像你一样的面具 不 那些面具看起来更像是那些被储存的 我们从东南那里得到的面具 如果周围人够多 看起来会像是场假面舞会 除了每个人 他们都把脸转向我 只是他们已经把脖子给拧断了 他们只是 盯着我 这样的幻觉持续多久 我不太清楚 大概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幻觉发生的时候 这就是你所看到的 好吧 有的时候 有个男人被靠在墙上 他也看着我 但是我不知道 他只是瞪着我 好像希望我去做什么 他没有戴面具 穿着棍色西装 这让他显得很突兀 我应该知道他的脸长什么样子 我非常熟悉那个表情 但是当我想要想象他的时候 却好像总是会忘记 我 我觉得他应该是东南 记录结束 见况 黑尾博士的证词 和其他有着类似感觉的 跟SCP-1903人员相符合 都假设 东南先生 也是这个共有幻觉中的一部分 更多关于SCP-1903行为的调查显示 他也有这样的幻觉 有关为何SCP-1903会经历这样相同的幻觉 或SCP-1903人员的幻觉间间隔时间差异的调查正在进行 以上就是SCP-1903 简单说 SCP-1903是一位女性带着一对兔儿 还有看似直直 但实际上是皮肤细胞和其他材质构成的面具 手脚变成爪子 毛孔会分泌代工的血液 SCP-1903原先在一件不明的店里工作 面具与耳朵和店内纸服相同 工作内容推测可能与色情相关 SCP-1903在跟一位称为A F的人接触后 成为了目前的样子 而当一个人得知A F的名字 A F对SCP-1903做的事 或者两者的关系时 这个人就会被感染 外形变得与SCP-1903相似 并且会看到假面舞会的幻觉 SCP-1903的图片是蛮诡异的 但实际上内容就不是很恐怖 这个SCP的同人图也是蛮多的 有兴趣的可以Google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